Mings的讀者大家好 欢迎收听Mings Radio Monday is not blue 我是盧振业 今日想分享的故事 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 《窗》 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好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 阳光中已经可以感觉到 舍去春的气息了 你过得还好吗 前几天读了你的来讯很高兴 尤其关于汉堡牛扒和肉豆扣的那一段 充满了生活感 试一篇相当好的文章 我可以感觉到厨房温馨的气息 和切洋葱时咚咚咚 菜刀生动的声音 一面读着你的信事 一面就忍不住想吃起汉堡牛扒来 于是那天晚上 纳克到餐厅点了一下 那家餐厅竟然有八种汉堡牛扒之多 什么德克萨斯风 加利福尼亚风 夏威尔风 日本风之类的 德克萨斯风的非常大 如此意义 夏威尔风的马 側富有凤梨 加利福尼亚风的 忘记了 日本风的 富有罗伯末 餐厅装环得满漂亮 女服务生都很可爱 而且穿着非常短的裙子 不过 我并不是去研究餐厅的装环 或想看女服务生的 内富才去的 我只是想去吃汉堡牛扒 而且 不要什么风的 只要非常单纯的汉堡牛扒 于是 我这样向女服务生说 对不起 本店只有什么什么风的汉堡牛扒 女服务生回答道 不过也不能扎怪女服务生 菜单既不是他决定的 每次收餐具的时候 短副都要露出来的制服 也不是他自己爱穿的 因此 我微笑着 怎要一盒夏威夷风汉堡牛扒 他教我说 只要吃的时候 把鳳梨拨开 就行了 这世界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我所要的 只不过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普通汉堡牛扒而已 偏偏有时候 只能以除掉凤梨的 夏威夷风汉堡牛扒的 形式呈现及我 而你所做的应该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普通汉堡牛扒吧 读过信之后 我真想吃吃看你所做的 非常理所当然的汉堡牛扒 跟这段比起来 有关国营电车票 自动贩卖机的那段文章 却觉得略微浮面了石 像眼点相当有趣 可是风景无法传达吸毒的人 希望你不要觉得 这些评语太尖锐 文章本来就是一种 可以拳移的东西 整体来说 这一次的信分数是七十分 文章的实力 已经日渐提高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加油吧 期待你下一封信 希望真正的春天 很快降临 3月12日 PS 谢谢你的Cookie礼盒 很好吃 不过根据本会的规章 是除了信件之外 禁止一切私人性的交流 因此以后请不要再这样费心 不过总之非常感谢 PS 上上次你信上提到 我和你先生之间精神上的争吵 但愿已经圆满解决了 长者总临时工作 我继续了一年左右 是在22岁的时候 我跟范田桥名叫PenSociety 的一家莫名其妙的小公司签约 约定以一封二千元 每个月三十封以上为条件 拼命写和这类大同小异的信 你也可以写出打动对方心愿的信 是这家公司的广告口号 会员缴了入会金和月费后 每个月要寄四封信到PenSociety 而我们这些PenMaster 即加以微批修改 并写一封像前面所述的那样 感想我指导的信计回去 女性会员由男性 男性会员由女性当PenMaster 我所分配到的会员总共有二十四位 年龄层从下到十四岁起 上到五十三岁为止 其中以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女性为主 换句话说 大部分会员都比我年纪大 讲开始的一个月 我觉得非常混乱 因为大部分会员的文章 都比我写得豪得多 比我更习惯写信 对我来说 以前几乎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书信 因此我试一面捏着冷汗 一面勉强打发掉第一个月的 不过一个月过去了 居然没有一个会员 对我的文章能力表示不满 不但如此 公司的人对我说 我还得到常常的评语呢 而且三个月之后 他们竟觉得 接受我指导的会员们 文章能力有进步 属于不何思义 他们好将打从心底信赖我这个教师 那时候的我还搞不清楚 现在想起来 或许他们都很寂寞吧 他们只要有人可以让他们写一点什么就好了 而且一定也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量解吧 我就这样从21岁的冬天开始 到22岁的春天为止 像一只跪脚海狗似的 再信见的密室里度日子 会员们确实寄及我各式各样的信 有狠无聊的信 也有令你会心一笑的信 寻有悲伤的信 那一年里 我好将一下子老了两三岁辞的 因为某种原因 辞掉这个临时工作的时候 我所指导的会员 都一致觉得遗憾 我在某种意义上 虽然对于不断写信的作业 说真的已经有点厌烦了 但也很遗憾 因为觉得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这么多人 如此正直地对待我了 关于汉堡牛扒 我终于能够吃到她 即是前面一封信的女人 所做的汉堡牛扒了 她三十二岁 没有小孩 丈夫在商场上 第五大有名的商社上班 我在最后的信上写到 很遗憾我这个月底要辞掉工作时 她就说要请我吃中饭 她写到 要做非常理所当然的汉堡牛扒请我 虽然违反协辈的规章 不过我还是索性去了 任何事情都压制不了 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好奇心 她的房子在小田急电车的原先 是一个很适合没有孩子的夫妇的雅结房子 不管家居照明或她的毛衣 都不是很贵 她感觉很好 她说我比她想象中年轻太多 而我也觉得她比我所想的年轻得多 两个人都非常惊讶 PenSociety是不透露PenMaster的年龄的 不过彼此各吃一惊之后 初次见面的紧张就放松下来了 我们以好帐末赶上同一帮列车的乘客似的心情 一起吃汉堡牛扒 喝咖啡 从三楼的窗口 看得见电车 那天天气非常好 附近公寓的阳台上 晒满了棉皮和床单 偶尔传来拍打棉皮的 啪啪啪啪啪的声音 好像从沽干的井底听起来此的 一种奇妙得没有距离感的声音 汉堡牛扒的味道很棒 香料下得恰到好处 表面脆得爽口 里面又满含肉汁 调味酱也调得非常理想 我这样说了 他显得很高兴 我们开始喝咖啡之后 就一面听巴德·巴卡拉克的唱片 一面谈各人的身世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身世可谈 因此几乎都是他在讲 他说学生时代本来想当作家的 他是沙江迷 说了好设沙江的时级我听 他很喜欢 你喜欢布拉姆斯妈 这篇文章 我也不讨厌沙江 至少不觉得像大家说的那么无聊 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写 他说 现在开始都不迟 我说 跟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写的是你 他说着 笑一笑 我念忽然红起来 二十二岁那时候 我动不动就念红 不过你的文章 有些地方又真是几坦诚 他什么也有没有说 嘴角弱起浅浅的微笑 一公分的几分之几的 非常小的微笑 至少我读了你封信之后 我很想吃汉堡牛扒 一定是那时刚好肚饿而已 他油油地说 嗯 或许是 电车发出隔隔隔干干的声音 从窗下通过 时钟敲完五点时 我说差不多该告辞了 李先生回来之前 都必须要准备晚饭了 我先生好夜好夜才回 他托着筛说 每天到半夜都不回 但 哦 几忙哦 是啊 他说完 停了一下 而且我的信都有提过 我们感情不是几好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才好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才好 不过 没事的 他安静地说 听起来好像真丁没关系似的 多谢你这段时间的信 真的带给我很多乐趣 彼此彼此 我说 还有要多谢你的汉堡牛扒 十年过去了 每次踏小田急线电车 经过他住的附近市 就会想起他 和那爽脆的汉堡牛扒 虽然忘了是哪一线枪子 不过总觉得 他现在或许还再继续听着 是巴德巴卡拉克的唱片池的 我那时候 也应该跟他谁交吧 这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我搞不清楚 很多事情是上了年纪 依然搞不清楚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希望为你的星期一 带来一些颜色 下次见